现如今很多球友已经认识到在实战中发球和接发球的重要性 不过如果你想冲击18009百分的业余高段 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相持能力 本期我们邀请江玲老师 他现在开球网继分2306分 退役之前最多达到过2400分 我们让他全方位给大家演示一下横板两面反交的不定点百速军列 业余修友在练习百速的初期站位中进台 跑动范围可以小一点 动作紧凑一些 主要是体会在移动中正反手的衔接 此时两面击球都可以采用以撞击为主 百速不定点练到一定时期就必须要加大难度 否则就会造成赛练脱离 这时候又加大跑动范围 提高派球速度 落点不仅要有正反手两个大脚 还要加上实战中经常出现的追身球练习 这时候 击球正手采用快拉 反手则以快撕为主 很多球友一直想知道专业运动员在正反手转换的时候 握盘是否需要调整 针对这个问题 我特意问过江玲老师 他的观点是 在激烈对抗中 调整握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采用的是将球板握在户口中间 这样既能照顾到正手 又能照顾到反手 当然这种握盘问题 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自己舒服就好 从正面视角的慢动作中 我们看到江玲老师在正手快拉时 引盘略低一台面 身体转动幅度 是比正手连续拉的时候要小 因为这种不定点百速练习 我们事前并不知道落点 所以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 再来看看正手快拉的击球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来球的上升后期 这个时期虽然没有高点期容易发力 但是更早的击球时间 离球台更近 比对手的反应时间也会更短 所以综合来看 威胁并不小 我们再来看看江玲老师的反手快丝 引盘略高于台面 拍行前行的角度较大 这是为了手腕充分的内收 快丝的时候 是保证身体正对的出球方向 注意看他整个过程 腰胯并没有转动 都是从后向前在发力 和正手快拉相比 反手快丝的动作更小 祈求点更早 借力更多 力量也比正手要小一些 其实在专业运动员的实战中 由于双方反手相持时 球速较快 而且具备一定的旋转 所以多数时候 都是在借对方的力 将球蹭过去 除非一方挥球 出现明显的质量下降 否则基本上双方 很难有时间 有机会拔出手 加力撕传对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他在每一次 击球结束以后 都会把注意力放在我这边 盯住我下一板球的 板形和发力方向 这样能让他更早的判断出 来球的旋转 弧线和落点 从后面和侧面的视角 慢动作中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江陵老师的下肢法力细节 我们能够看到 他的双脚 站位比肩略宽 脚跟微微提起 大腿和小腿的夹角 始终保持在120到150度之间 他的每一次气球 双脚都有明显的离开地面 两个膝盖始终在保持 有节奏的去身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爪位 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 他会在判断好 来球之后 先移动到合适的 机球位置 在脚落地的同时 完成引拍 在引拍到出手之间 动作会有一个小停顿 以便于更好的蓄力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江陵老师在正手快拉引拍时 双脚都是离地的 右脚的脚尖 是比正常状态下更偏右 这是为了把胯打开 来增加引拍距离 再来看一看江陵老师的还原 他的每一次气球 每一次步伐移动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还原到自己的初始位置 判断好下一把来球之后 再进行下一次循环 好 关于江陵老师的 不定点百速练习的细节 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